印度接近达成33亿美元,天价从俄罗斯租赁第二艘攻击核潜艇,印度大手笔,印度海军代表团,上周在俄罗斯,视察了两艘阿护拉二级攻击核潜艇,布拉斯克和萨玛拉,寓意33亿美元从俄罗斯租借另一艘阿护拉二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谈判正在进行。 它将取代2011年以25亿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租借过来的查克拉和东力攻击潜艇,此潜艇被印度撞了一个大洞,印度修复一直没有消息,形同报废。 最近几周,关于从俄罗斯租借另一艘阿护拉一级潜艇来取代撞坏,查克拉好的塔塔在印度海军内部达到高潮。 12月3日,印度海军司令肩上下苏尼尔兰巴举行,那一年一度的海军日新闻发布会,它展示了一艘水下的阿护拉一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 上周,由印度和安全监察厂率领的海军代表团在访问俄罗斯,后观看了两艘阿护拉一级潜艇,布拉茨克,好和塞马拉号。 这两艘潜艇停泊在北极港口北德文斯克的造船厂进行深度改装。 双方讨论了以33亿美元,约合2.3万亿卢比租赁其中一艘潜艇的事宜。 印方卫认为是同意这个价格,这可能是借两国以54亿枚购买F400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10月15亿美元购买两艘额制格里格罗维奇及护卫舰之后,最大的最大的军购。 2011年,一艘名为查克拉号的阿库拉二级潜艇以25亿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租了10年。 然后俄国官员们表示,在考虑了以2011年的租赁金额为基准价格的成本上升后,他们计算出了替代该系统的租赁成本是33亿美元,暂定名为查克拉三号。 2014年,布拉斯克号和萨玛拉号都是俄国二手潜艇,正在整修升级,通过半潜船从俄罗斯堪查加班岛的一个海军基地,运往塞弗罗德斯克。 这两艘潜艇都是在俄罗斯远东阿莫尔河上的,共青重造船厂建造的,并不完全是新的。 布拉斯克号已经服役28年,而萨玛拉号是23年,印度海军很快就会选择其中一艘进行租赁。 在两国签署协议后,潜艇将进行密集的6年的深度改装和重建,在那里将更换和反应堆,并在船上安装一些印度火产操作系统。 相比之下,查克拉号在2004年至2008年之前,进行了为期4年的短时间改装,因为它不需要更换反应堆,这通常是和舰艇检修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按此计算,不坏反应堆改装花了4年,加上坏堆,如今要至少5到6年才能改装江户,还不包括试航。 印度海军为什么狂够核动力攻击潜艇呢?因为它可以使用核反应堆进行推进,配备导弹和鱼雷等常规武器,还可对陆地目标攻击。 由于本土核动力攻击潜艇计划的延迟,印度海军机希望于从俄罗斯租来的另一艘潜艇。 阿库拉吉有多巧,为什么印度愿意添加租借,采用太和进艇科的阿库拉吉? 据说能潜到水下一千米的深度,具备发射口径系列巡航导弹的能力,实际潜航深度,应达到600米到650米左右。 这一指标之间仍然十分吓人。 当年美国潜艇经常发现苏联的阿库拉吉太和金潜艇在自己底下搭摇搭摆身前,而自己根本做不到,再加上绝大多数把潜武器也不具备攻击500米深度以下目标的能力。 所以当年美国海军发现阿库拉吉潜艇能够下潜到650米的水下时,竟然不知所措,看来了引住人也不瞎。 知道这家伙很厉害,虽然已经是二三十年的二手货,攻击性潜艇杀伤力大和通用性强,可以用于多种任务,如搜索敌方潜艇,护虑战略潜艇和航空母舰,跟踪和追逐敌方航母和他们的军舰护航。 印度虽然有国产战略导弹潜艇,但没有攻击性核潜艇,计划有五艘,目前正在建设三艘,印度此前租界的查克拉号潜艇一年前撞坏,不过海军司令终于证实,查克拉现在已经恢复使用,改船的十年租约,将于2022年1月到期,因此完全有可能将租约再延长三年,以便建造新潜艇。 印度正努力建造六艘六千多国产攻击和潜艇,设计工作已经开始,然而上个月,海军司令说,第一艘国产攻击和潜艇下水,还需要十多年的时间,这表明一切并不顺利,要花了这么长时间来建造这艘潜艇。 这意味着巴巴拉原子研究中心,巴克尚未解开弧动力反应堆难题。 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巴巴拉原子研究中心,为国产战略潜艇,开发了一个83兆瓦的反应堆。 专家表示,使用这种反应堆设计是行不通的,因为攻击和潜艇反应堆的输出要求非常高,在战斗中快速启动,和非常高的持续速度。 印度既是使用阿库拉级潜艇,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提交在维莎塔塔特南造船中心开始建造的三艘S5级攻击和潜艇内搜排水量高达13500对,是阿库拉级的两倍。 虽然两艘潜艇的作用完全不同,但是特相同,至少有一个消息来源,暗示S5是基于阿库拉级设计,S5攻击潜艇是阿库拉级级的更大改型。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